你好,我是嘉宁,今天主题是The Brown James受伤 胡人麻烦大了 AD到底行不行? 绝对战力分析以及下一步 昨天胡人在课场完成了一场27分的逆转胜 这场胜利也让胡人都会看到了 附加赛的阳光跟希望 可是最新消息指出 黄上The Brown James 非常有可能会缺赛好几个星期 如果是真的 这对胡人来说当然是坏消息 而且是最坏的那一种 所以今天咱们除了要来聊 胡人的战力分析之外 也要聊聊The Brown James的伤 会带给球队什么样的影响 至于球队战力分析的部分 我们在之前已经做过快艇队了 还没有看的朋友记得去看 接下预计也会聊金块 公路太阳等其他球队 好,进入主题之前 也请大家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 你一个小小的鼓励 是我们做影片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 我们先带大家回顾 记忠胡人戏装组的操作 首先用Kendrick Nunn 向巫师队换来巴春蕾 接下来进行三方交易 把威少女送走 得到Beatsley Vanderbale 以及Diangelo Russell 然后又把本季打得不错的 Thomas Bryan送到金块队 拿回Reed 以及刺人签 这个交易案在当时 有很多球迷看不懂 因为这名球员 目前根本用不到 接下来胡人再把 Patch Beverly送到 魔术队 拿回常人帮吧 所以胡人在机中的操作老实说 非常积极 也补得非常到位 这里指的是原本前场战力不足的部分 都透过交易案解决了 更重要的是 拿回的Diangelo Russell 跟巴春蕾 休赛季时 球队都拥有他们的鸟圈 换句话说 只要胡人队肯花钱 那么基本上下个赛季的阵容也不会差 刚刚有提到 有些球迷对Thomas Bryan被送到金块队感到不解 打法的问题咱们等等再来聊 就薪资来看 因为他是底薪加入的球员 所以胡人队并没有他的鸟圈 这个部分跟Danny Schroeder一样 而一支球队每一年都只有一个中产可以使用 这也代表着一旦Thomas Bryan要的薪资比较高 那么胡人队很难留下他 上个赛季曼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加入国王队的 所以如果考虑到休赛季的操作 那么送走Thomas Bryan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原因是身高7尺的棒吧 他还有合约在身 好 看到这里相信球迷对西装组操本的方向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自己的看法 技装的操作已经补到下个赛季去了 至于很多朋友想要了解交易条款的部分 比方说鸟圈中产等等 我会努力在7月自由市场开始之前完成 这个部分请给我一些时间 好 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战力的部分 目前球队是让DN救援Russell跟B10的扛先发 不过日前DN救援Russell脚受伤 所以昨天是让DN救援Russell的扛先发 前上的部分则是AD Bender Bell再就要上了Bron James 这里我们先来介绍几位新同学 第一位来看回到老东家的DN救援Russell 他跟卫少相比不但更准 其实打法也更适合胡人队 因为他的挡拆打得很不错 画面上这几球都是他跟队友之间挡拆的配合 不管是中距离还是切入 甚至是分球都难不倒他 另外当主要持球者变成AD或Bron James的时候 连救援Russell也可以站在外线等头三分球 再加上他目前才27岁 所以只要他的表现可以更稳定 球队未来的一号位一定是他 我自己的看法 教练也可以让他跟AD多打挡拆 因为这两名球员都有终结球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这样Russell才可以打得更轻松 接下来看Bistly 他是一位仁来风的球员 而且无球能力也还不错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胡人阵中并没有空手跑位能力优秀的射手 多数都是定点射手 可是Bistly catch and shoot的能力很不错 这也可以让场上战术更多元 后面上这个回合 电力球的一个简单的掩护之后Bistly直接跳三分 这样的动作我们在胡人的比赛中是比较少见的 可是勇士球迷一定不陌生 另外这个回合更是让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 Dablon Jones持球 Bistly透过掩护之后直接来一个catch and shoot 另外这一球虽然穿的是绝世队的球衣 不过场上的战术还是做给了Bistly 队友则是帮他进行掩护 从以上这几个回合 相信球迷就能知道Bistly的加入 可以让胡人的打法更具变化性 简单的说射手不再只是在定点等投篮而已 另外如果你要他持球进行单打也没有问题 他的得分爆发力非常好 可是他有没有缺点 答案是有的 因为他的投篮命中率起伏非常大 至于Vanderbilt 相信球迷在看完昨天对杜西亚的比赛之后 对他一定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球队是让他去单防Lukas Dantich 而且他也造成了Lukas Dantich多次的失误 实际上他也是一名篮板球能力非常好的球员 其中特别是进攻篮板 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积极 比方说这个回合 他原本是站在底线埋伏等投外线 可是当队友出手之后 他一样会跑去争夺进攻篮板 昨天胡人队可以完成逆转胜 确实拉下8个进攻篮板的Vanderbilt 绝对是最大攻城 所以当这名球员跟AD The Brown Jones 以及D&J Russell等主要得分点 进行配合绝对没有问题 更简单的说 在场上各司其职 苦拆事总得有人做 至于Bout 20的部分 我们在之前就介绍过了 他是一位得分能力还不错的球员 其中特别是中距离 他的得分能力当然有助于提升 不能对板凳深度 最后就是Bomba 虽然他是一名很百搭的中锋 可是上场时间应该不会多 因为Thomas Brolin在交易前 接受媒体的访问时表示 他对于AD健康归队之后 自己的上场时间太少感到不满 本季AD多数时间都是5号位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Bomba只有在对上某几支特定的球队时 才会有比较多的上场时间 比方说金块或者是7-6人 另外胡人目前是让Dane Shoder 跟Ostin Reeves 以及巴春蕾这三位 有先发实力的球员从板凳出发 刚好提到B10是一名不稳定的球员 简单的说他如果是准的 那么他就继续留在场上投 可是他如果不准 那么球队就可以让Dane Shoder 或者是Ostin Reeves 上来补后场的火力 再加上Dane Shoder 又是一名双能位 所以让他打丢人的角色 是不会有问题的 目前看起来 胡人队的阵容确实非常整齐 一旦可以进入附加赛 或者是季后赛 我相信会带给其他球队很大的压力 好 以上是战力的部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胡人队可不可以打进附加赛 如果LBJ是健康的 我相信机会非常大 可是最新消息指出 他因为脚踝有伤 所以可能会缺在好几个星期 请注意这不是官方新闻 官方目前只证实 他下一场对灰熊的比赛不会上 其实LBJ不只是在昨天 对上毒性侠的比赛中受伤而已 实际上他在明星赛之前脚踝就有伤了 所以破完记录之后 他休息了好几场比赛 2月16才回到场上打踢呼 我自己的看法这样比赛是被迫带上上场的 因为球队在败给通往者之后 其实附加赛的资格非常危险 麻烦是现在的问题不变 胡人依然是想要拼附加赛的球队 至于LBJ的脚有伤也是事实 所以站在球队的立场 现在要思考的是要让他休息多久 又或者我们刚才说 LBJ可以休息多久取决于队友给不给力 这里我们先从西区排名切入 胡人队战机目前是29胜32败 排在西区第12名 对于胡人来说 好消息是第10名的 体肤队状况非常差 球队战机为30胜32败 胜率不大5成 所以胡人跟通往者都有机会超越体肤 再加上本季胡人队体肤三场比赛 球队拿下2胜1败 胡人队有着对战优势 另外胡人跟通往者则是交手的4场 各自拿下2胜 双方都没有对战优势 换句话说 从战绩表来看 胡人队确实还有空间 让LBJ休息 另一点更重要 目前才2月底 假设胡人队真的可以闯进季后赛 并且想要走得远 那么LBJ可被健康上场 当然非常重要 所以现阶段胡人队也不能着急 除了让LBJ好好休息之外 也只能希望其他拳人可以打出好的表现 我自己的看法 AD跟DN就拉手的挡拆 他可能会成为场上的主要战术 另外8吋的表现如何 也是球迷要观察的 毕竟LBJ的位置是3、4号位 而8吋的位置也是3、4号位 所以他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火力呢? 这一点非常重要 接下来就是要看走龙教练Cham的想法了 实际上他也可以让AD有时候去扛4号位 让Bomba扛一下5号 这将会减少1D在场上的工作量 这里指的是防守端 毕竟在少了LBJ之后 1D在进攻端要贡献更多才行 我自己的看法 只要混的战绩可以保持在西区11、12名 那么皇上就都还有休息的空间跟本钱 本季混队立赛最后场是4月10号 而在3月20号以后还有时长比赛要打 所以让LBJ先休息1至2个星期 应该是比较保险的做法 这里我们题外话聊一下 本季混的状况非常多 球季出位地受伤 球季中进行交易 接下来皇上又受伤了 如果你是混球迷 我相信你的心情一定很纠结 好 最后来看薪资表 虽然敌人就落手跟巴村里的合约都到了 不过球队有他们鸟拳 所以问题并不大 另外奥斯汀利福斯的状况也是如此 至于Walker本季他是中产加入胡人队的 所以只要他要的薪资不要太高 那么球队是有机会可以留下他的 季后赛季要观察的是电力球的 毕竟球队没有他的鸟圈 想跟大家看就算LBJ需要休息一阵子 不过我自己对胡人队还是非常有信心 只要ED跟敌人就落手可以稳定的发挥 这次球队的战力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板凳深度绝对足够 可是如果季后赛想要走得远 胡人队还是需要健康的LBJ 好 以上就是这一集内容 希望今天影片你们会喜欢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记得喜欢和分享这部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频道给一个事实的资料 更重要的是记得开启小铃铛 今天就这样子了 我是佳林 我们再次见 拜拜哦